今天很高興 透過北港媽祖八年 從國民館涉及中部來做一個遵入的服務 尤其國民館是高齡化的館子 我們總共有13萬館 六十五歲以上的中部 所以經過涉及的比例 才會在八百周圍 就是將近有一萬一千的中部時代 有可能罹患失智症 我們在20個鄉鎮當中 也成立了21個 整個失智友善的服務據點 希望可以集金集體來幫助 我們經過要再試著 失智的照顧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 你要知道他是失智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周遭的老人 他的行為有些變化 他忘了以前的東西 他吃的東西 他忘了他吃的 他常常沒有辦法去做一些判斷的時候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如何知道他是失智症 這是大家一起來有意義的 我記得在兩年前 佛林社3470區曾經辦了 一個搶救基因的活動 結合了一些社會團體 然後我們有篩檢了200多個個案 一起過來做專門篩檢 所以藉由這樣的活動 我們也結合了社區的很多東西 剛剛提到的第二個重點是 要讓我們的家人 還有我們的社區 知道這些人 他們的行為是怎麼樣 那如何我們這友善的溫暖的 去照顧這些人 我想這是第二個重點 所以也謝謝 負責運輸縣政府 還有衛生局 他們安排了這樣的活動 把我們是負責 北港次區域的這些區域 所以我們也結合了 我們北港的26個商家 還有一些北港福人社 中聖福人社 一些社會的團體 一起來 共同把這個友善的環境 把它建立好 我想 在水林跟北港地區 也設置了三個私自的 這個關牌據點 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那除了這些股點以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社區的民眾 要加強認罰這個私自證 因為他們的認識在有辦法 來協助我們這些私自證著 跟我們這些私自證的家人 了解到他們照顧的辛苦 然後營造一個友善的私自環境 然後甚至於就是整個社區 本身有能量 透過色彩來刺激大腦 可以和大腦細胞 就可以延反私能跟私自 然後我們在創作的過程 也需要用到手眼形條 所以對一些私能的長輩 我們甚至看到長輩 有明顯的慢慢的進步的感覺 不是 不是 私自友善我支持 太好了 即將未來一起守護我們的私自證長輩 或者是私自證的朋友們